相偽灵活的火种很有趣 可惜研究还未完成 它就消失不见了 我开启了新的尝试 这次的两个样本 生长状态良好 我在概念中 加入了个人的口味喜好 我不确定这么做的结果 他们同时拥有两种情绪体征 可爱软弱 敏感爱哭 凶悍教唆 霸道自信 有趣的是 他们也拥有一种倾向 思念自己的造物主 对其产生如同天然存在的 因而对母亲 生命对食物 人与人的 奇怪的情感 阿茶在机械城中的最后岁月 给予了我启发 如她那般长寿的生命 也会走到尽头 现在我可以确定 本次培育结果为不合格 生命的形势成千上万 也因此证明形势本身并无意义 这些生命在各自的概念上 走得十分遥远 甚至能引发通感的连锁反应 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开始迷茫了 生命的本质这一提问 是否原本就没有答案 赞道尔 你也曾这样迷茫 且绝望过吗 我还要是否则 生命无光识色 我坚信如此 我坚信如此 它的绚丽如乱花迷眼 而我要从中采现 永不枯萎的内置 事物的规律总是外表庞杂动人 内在却简单质朴 万物归因 一行公事可解众生迷茫 自懂事起 我就乐于观察 微观生物的生命痕迹 譬如年轻吞噬物体的速率 我也将宏观的世界 尽收眼底 沿袭宇宙至今的发展进程 都很简单 我要弄清的是 生命的本质 每一个体都拥有 却不自知的事物 无论是存在的物质性 还是超出物质之外的不可置物 未必免对科学产生忙碌 我谨慎提出质疑 软媒 能否如坐标轴般 剥去外界纷扰 探明生命最本源 也最美丽的存在形式 我想到有一种生命形式 足以令我承认其不可捉摸 那就是 我想到有一种生命形式 足以令我承认其不可捉摸 那就是 令氏 令氏 令氏为何物 我不得圣津 学者 将其视作行神力量的代行 那么 是从何时开始 又是在你一点上 他变得比其他生命 都更接近 行神 起初 我是卢培育一位天才 但我失败了 此题胜不可捷 还有漫长的路要探索 但宇宙间的命途 并非只有知识一条 如果抛却理性 在其他路径上 是否存在更原始 也更纯粹的令氏 当然存在 塔一字欲螺丝 通过模拟宇宙 我得以窥见环与皇在的始末 掘取崇皇及其子次的数据 复制 培育 从而开辟全新的研究分支 很合理的判断 我一定会成功 由我还原出的他 将绽放前所未有的生命 维塔和罗斯姑母 会喜欢这个实验吗 应该不会 所以在他们察觉前 我得加快动作 并寻找一位 合适的助手 Must interpret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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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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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